今天邓伦粉丝突破2000万 邓北北同学特别录制了视频 感谢一路支持他的粉丝登星 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最后那个弯腰鞠躬的动作 也是超级暖心 让人感动 忍不住又想表白 这个夏天 跟过去的每个夏天一样 又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是喜欢上一个简单而努力的单眼皮帅哥邓伦 来自粉丝的表白 你说我们简单平凡的相爱吧 我们当然不能平凡的相爱 因为你是这样的好 好到不真实 你是被恩赐给粉丝们的人生的礼物 不是平凡生活里随处可见的风景 你是最特别的存在 你是新鲜 所以就让我们简单的长长久久的爱下去吧 因你的赤子之心 这份爱从不平凡 今天还有一件高兴的事 邓伦当伴郎上了热搜 各大媒体大号都争抢报道 网友们评价也是超级正能量 我们的凤凰火了以后 还是如此接地气的 专程回老家石家庄参加好友的婚礼 身穿帅气的西服 搭配粉色的纱裙 脸上时不时露出羞涩的笑脸 毫无明星架子 实属男人可贵 来自粉丝的独白 你可真好啊 伴娘整伴郎团 的时候你全情投入啊 穿个小纱裙 要不咱们这样吧 派个代表好不好 新郎新娘敬酒的时候 别人找你签名 你说等会儿吧 等会儿我再给你签 陪着新郎走上红毯的时刻 你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个拥抱 你是不是在他耳边说 那一句要一辈子幸福啊 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互相宣示的时候 你站在后台看着 是因为感动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你抹了抹眼泪 看到这个画面的我想 哪怕你不是明星 而我也只是在拥挤人群中的某位兵客 这个瞬间 我也会像如今这样爱上你吧 再粉丝 后援团和工作室的三方大战 机场冷漠脸 以及出席活动时疲惫苍白的样子之后 在朋友的整场婚礼里 全情投入做好伴郎的角色 配合伴娘 全程愉快参与 终于 我们又看到那个 笑得像个孩子的邓伟伟 来自粉丝的告白 你可真好啊 在这个世界 连普通人都可能没办法说 百分之一百朋友喊 当伴郎就能到场 你就放了四天假 回去见了亲朋好友 还当了一回伴郎 要知道你可是要一大早起来 准备然后去接亲的 你傻了傻了的 整个过程中 你都只把自己当个配角 你可能想到了 自己会导致一些骚动 但是还是接受了兄弟的请求 出现在只有的人生之日 你希望这一对新人 是今天的主角 所以你做了那么得体和低调大方 并且是真诚的参与 而飞漏各脸走赐过场 那我 71%的参与